今天是孩子们和明星搭档的第一堂互动课 也是他们在舞台下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和残酷的比赛相比 今天的课堂少了严肃 多了些轻松和欢笑 好爽 爱这里好不好爽吗 好爽 好爽 吃不吃得好 吃得好 吃得好 谁都谁都好 谁都好 第一天晚上 谁都整个好 整个好 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 今天的沟通就从玩开始 明星志愿者统统成了孩子王 听说母星城最近在城堡里的表现欠佳 王孝坤立刻插课打我们的教训起他来 大家好 我是王孝坤 你是谁啊 母亲团 我们是一对 然后这么听话呢 是因为我刚刚训过他 因为这孩子最近在我们这地方待得太调皮 然后举称 你还乐 别人特别要当班长 他非要当卫生委员 非说自己扫地扫干净 干净吗 然后还把厕所弄得特别脏 是你吧 鸡子 鸡子 然后别人的床都是平平正正的 只有他的床是往下凹了一块 刚才我已经狠狠地批评他一顿 听不听话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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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子说 这里的身边最美的 两个月没见了 两个人又说不完的悄悄话 龙娇跟着谢辉哥哥学打篮球 踢箭子为决赛做准备 趁着休息之余 他们还商量起晋级对策 陈亚军收到了他最心爱的十万个为什么 母亲程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更多卡通玩具 张国达则收到了志愿者妈妈的第一份礼物 一双溜冰鞋 细心的翁红还在鞋子上写下了签名 标记了张国达必胜 让孩子特别开心 从赛场到生活 孩子和明星不仅配成了竞赛伙伴 也结下了深厚情意 在接下来的总决赛中 他们会将这种爱和温暖的 寄予团地感到更多了 加油